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環球大爆發 首季度全球股市急速下挫 欧美的股市是跌幅超過良成 港股都跌了1.6 第二季度我們有什麼投資機遇 第二季度來說 我們研究部比較看好中資股和港股 我們相信中國將會是率先走出疫情棍 隨著疫情回穩 中國實施服供服產 經濟活動正常化 全年的經濟增長有望 維持在3% 而港股以中資股為重 就位於疫情回穩 貨幣和財政政策雙雙支持之下 第二季度恆指有望挑戰26,000點的水平 受疫情打擊環球經濟需要較長時間去恢復元氣 而板塊的表現差異將會更明顯 第二季度有四大投資主題是值得推介給大家 分別是 波及5G內需高息 首先說一下波及股方面 我們比較推介的是騰訊700 阿里巴巴9988 這類企業的用戶基礎龐大 而且旗下投資組合多元化 可以支持他們的盈利增長高速發展 而內需股方面在經濟增長為前提之下 相信內地政府會推出更多政策去鼓勵消費 例如汽車股就是重點扶持的板塊 而降準降息方面都會理好內房的銷售 而高息股方面在低息環境的情況下 環球央行都是放股貨幣政策 投資者將會更推送一些高回報的投資產品 例如一些業務比較穩定派息穩定的公用股 電訊股等等 而5G概念股就是國家的戰略範疇 公信部早前提到要加快5G基建的發展 我們相信這方面都會大大利好5G建設股的業績 黃金市場方便我們是建議投資者增持 環球央行放寬貨幣政策 貨幣貶值的壓力將會推動資金流入 黃金ETF市場成為金價上升的動力 我們認為金價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 挑戰1,700美元水平 黃金市場成為國平 黃金市場成為金價貨幣 黃金 Beweg